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旧组织骄傲男孩被控参与国会骚乱的案件即将开审 法庭首先会挑选陪审员 先看一下国际方面 欧盟能源专员希姆森说 假如监管机构的分析显示 欧盟国家经商议后同意的天然气价格上限 实施后风险大于利益 欧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叫停 较早时捷克政府发言人在社交专业透露 欧盟国家的能源部长已经就天然气价格上限达成共识 欧盟各成员国对于天然气价格设限 以应对当前的能源危机意见分歧 各方就相关紧急措施磋商了多个星期 捷克以欧盟轮值主席国身份主持谈判 路透社引述参与谈判的官员及一份文件报道 指欧盟国家的能源部长同意 当天然气基准价格飙升至每兆瓦时180欧元 就会触发价格上限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 对于俄罗斯和乌克兰可能与近期以严肃方式 进行和谈的可能性并不乐观 古特雷斯举行记者会 就俄乌冲突等国际问题与传媒交流 古特雷斯指出 俄乌冲突必须以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方式和平解决 强调联合国将继续提供对话平台 减少伤亡 希望俄乌双方能尽快结束冲突 透过对话解决目前的敌对状态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说 明斯克和莫斯科对于与欧洲对话保持开放态度 卢卡申科在首都明斯克与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卢卡申科说 正如两人经常所说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对于其他国家对话持开放态度 他希望很快有机会和欧洲国家就安全议题 还有世界秩序展开建设性的讨论 普京这一次到访明斯克和卢卡申科会谈 议题包括地区安全及采取联合措施应对挑战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佩斯科夫较早时形容 白俄罗斯是俄罗斯的头号盟友和伙伴 双方拥有最先进的一体化制度 并采取最符合两国级人民利益的措施 乌克兰警告 俄罗斯可能准备从盟友白俄罗斯 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攻击 俄罗斯总统普京到访明斯克 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会面 较早时乌克兰首都基辅通宵受袭 引发连串爆炸 官员说无人死亡但有人受伤 又指俄军袭击的大部分武器都被击落 但部分击中关键的基础能源设施导致停电 军方说俄军使用的32件伊朗制的武器当中 18件被防空系统击落 西方传媒报道 这一次是俄军5天之内的第三次攻击 而通宵失袭就较为罕见和不寻常 基辅的气温在12月一般会降至设施零度以下 1月会进一步的下降 乌克兰一再指责俄罗斯以能源设施作为攻击目标 是利用冬天作为武器 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表示 将停止让中国警察到当地参与联合巡逻 这种合作将不会再执行 也不会以其他的形式复制 有关合作曾在2016年到2019年进行 自新冠疫情之后已经暂停 中国驻罗马大使馆暂时没有回应 意大利这一次决定 相信和中国被指在海外非法设立警察服务站有关 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 9月发表调查报告 指中国在53个国家设立了102个警察服务站 其中11个在意大利 以施压劝反中国侨民回国面对刑事指控 被指是针对意见者 不过北京当局已经否认 外交部曾指服务站由热心的侨团提供场所 由志愿者协助受疫情影响无法回国的中国公民 在线办理驾驶证换铃等服务 美国、加拿大、荷兰和德国等多国 已经对这类警察服务站展开调查 其中荷兰、爱尔兰和捷克 已经下令关闭境内的相关服务站 解放军辽宁号航母编队继续在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 日本防卫省表示 昨天下午发现两架解放军轰-6轰炸机飞越东海 经过冲绳本岛与宫谷岛之间到达太平洋 再去冲大东岛之后折返东海 航空自卫队由西南航空队出动战机升空应对 来看一下本地方面 卡塔尔世界杯周日决赛阿根廷对阵法国 阿根廷的足坛巨星35岁的梅西 在他最后一届即将退休的世界杯玩梦 带领阿根廷夺得了大力神杯 法国23岁的球坛新势力姆巴佩的表现也令人惊艳 三番市和盛河西等地分别在本地时间的早上7点起 举行了观赛派对 吸引一众球迷冒着寒风观赛助阵 现场气氛热烈 而在比赛前夕谷歌搜索统计 三番市湾区民众的支持率明显一边倒 梅西和麦巴林是法甲球队巴黎圣日门的队友 统计从世界杯11月20号揭幕至上周五 湾区民众使用谷歌搜索梅西和姆巴佩 两位球员球星的搜索量 梅西占了其中的四分之三 湾区民众对梅西的搜索兴趣 也比勇士队得分后卫库里和陶军队的 四分位加洛波罗还要高 尤其是在世界杯开始之后 东湾安迪奥克周末发生了枪击案 一名16岁的青年被发现 身中多枪服饰公园 警方扣留了一名 持有上膛手枪的未成年人进行调查 上周六早上的11点12分 安迪奥克的警方接获多宗911报告 是威伊隆翠道的威廉森的牧场公园 传出了多下枪声 警员到场之后 多名目击者向警员报告 一名遗犯从公园跑向街对面的沃尔玛超市 警员赶往沃尔玛拘捕了嫌犯 其后证实被扣留者是一名未成年人 身上藏有一把以上堂的手枪 初步调查显示 受害青年和该名被扣留的青年 案发前一同步行抵达了沃尔玛 和房车上的人会面 但不久房车内周边就传出多下枪响 探员正在向目击者和当区的居民索取资料 并调查任何嫌犯和其他的涉案者 随着谷歌在圣河西市中心附近新园区的发展 由圣河西市民居民组成的组织 社会稳定及机会之路基金委员会 有资格决定如何使用谷歌 就该计划向社区捐出1.55亿元的款项 社和西探设灯报道 市议会批准的13人委员会中 成员要么曾有过流浪街头的经历 或者拥有教育劳动力发展 或者是社区促进等经验 该基金会未来将会负责分配谷歌 1.55亿元的社区服务款项 以帮助因生活成本昂贵 被逼出城市的社区民众 以及为社区民众的教育创业机会等提供资金支持 谷歌之前同意设立一个社区基金 帮助减少因该公司城市西部园区开发计划 导致民众被迫迁离的现象 同时承诺投入资金提供教育及工作培训 以提升社区竞争力 极右组织《骄傲男孩》被控参与国会骚乱的案件即将开审 法庭首先会挑选陪审员 这一次面对起诉的是 《骄傲男孩》的包括领袖塔里奥在内的五名成员 罪名则是阴谋煽动 分析认为五人的罪名虽然与另一个极右组织首饰者成员相同 但是《骄傲男孩》所扮演的角色更加严重 据悉检察官已经掌握大量的众人供词和组织内部 数以千计的手机信息 能够证明被告从于去年1月6日上午骚乱当天 联系数十名身在华盛顿的同党 表示希望看到成千上万的平民将这座城市烧成灰烬 检方将以此指控五名被告阴谋煽动 意图调起普通示威民众行使暴力 从而阻止国会确认2020年的大选结果 五人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囚20年 专家与治疗师表示 年轻男性沉迷赌博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背后的原因是新冠疫情期间民众上网时间增多 多周允许体育博彩合法化 电子游戏中类似赌博的元素也在增加 导致了问题的恶化 俄亥俄州曾经访问了 7500名7年级到12年级的学生 结果发现在2022年 8.3%的11到12年级的男生身陷赌博问题 比例较2018年的4.2%大幅增加 当事人会向亲友隐瞒自己输钱的实际金额 也有人承认无法自拔 以少年琼斯为例 他从五年级接触电子游戏时开始赌博 随后便不能自拔 会用午餐前购买游戏礼品卡 然后兑换游戏中的武器或盔甲 有时甚至会偷取父母的现金 琼斯承认当时的行为已经如同强迫症 他20岁时花在游戏的钱已经接近4万元 最后需要参加住院的治疗计划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否认大陆 对台湾食品企业提出不公平要求 指有关指控根本不是事实 只是民进党当局掩盖其无能推卸责任的借口 朱凤莲说 对于台方提出大陆分配的注册系统账号 不能够满足台湾食品企业的需求 有关主管部门为解决该问题 已决定由双方联系窗口分别提交 接收台湾食品企业注册申请材料 审核标准始终一致 不会造成所谓的不公平 而从2021年4月到2022年的8月 民进党当局完全可以在如此宽松的实现内 帮助台湾食品企业妥善处理相关的注册事宜 朱凤莲说 当务之急是民进党当局应该帮助 有出口大陆需求的岛内业者完善 注册信息而不是政治操弄 来看一下财经方面 卡塔尔世界杯曲中人散 阿根廷凭借点球大战以4比2击败法国 事隔36年再次捧走大力神碑 历来第三度封王 球王梅西也获得了金球奖 举国欢庆 大批身穿国家队球服的球员聚集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庆祝 但风光背后阿根廷经济正陷入困境 阿根廷今年初通胀率已经达到50% 最新公布11月的通胀率飙升至92.4% 预计12月将会逼近100% 通胀问题极为严峻 根据央行的数据 上一代球王马拉多纳拿1986年带领阿根廷赢得世界杯时 当年的通胀达116% 在上一次1978年捧杯通胀达至178% 再来看一下美国财经方面 尽管通胀上升的速度可能正在放缓 但美国的家庭仍然继续感到影响 由联邦能源资讯局公布的研究报告预期 京东取暖的账单将会比去年平均上升接近三分之一 其中30个州的涨幅最大 像乔治亚州 阿拉斯加州和俄克拉荷马州 预期一个月的取暖账单将会在280元到301元 全美约半数的家庭依赖天然气取暖 虽然美国依赖进口天然气的程度不大 但是俄罗斯发动乌克兰战争之后 仍然影响美国国内的天然气价格 原因是美国的天然气生产商一直向欧洲大量出口产品 个人理财网站MoneyGeek的分析 列出预期取暖费账单的金额最大的20个州排名 在排名榜头的首位是俄克拉荷马州 属于前10位的其中9个州份 分别为阿拉斯加、乔治亚、马里兰、伊利诺、纽约、德拉瓦、阿肯瑟、罗德岛 还有西维扎尼亚 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的数据显示 美国12月房屋市场的指数出乎意料的跌至31 低于11月的33 市场原先预期上升至34 除了2020年春天因为因新冠疫情实施的封锁措施 引发了数据短暂的急措 12月指数创2012年以来6月以来的最低 那指数连跌12个月 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长低浪 指数低于50 反映认为 市况欠佳的建筑商人数多余认为 市况良好的建筑商人数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星电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播明月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